美国强令乌军使用美无人机 结果反倒给中国打了波广告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强制乌军更换无人机 美国这一招给中国打了波广告 在俄乌战场上 美国曾对乌克兰发出一条禁令 其北意是限制乌军使用中国无人机 但美国佬万万没有想到 这条禁令反倒给中国打了波 效果显著的广告 事情是这样的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和一些乌克兰政客要求乌军 禁用中国无人机 改为使用价格昂贵的美国无人机 理由也并不新鲜 无非是说中国无人机有后门 能直接把坐标信息发给普京 让俄军杀死乌军的无人机操作员 结果美国强领乌军使用美无人机的要求 把乌克兰给坑惨了 在经过战场实践后 乌军士兵普遍认为 他们被迫使用的美国无人机就是个垃圾 这些美国产的无人机非常脆弱 根本无法抵抗 俄罗斯的信号干扰和GPS屏蔽技术 有时候他们无法起飞 有时候无法返航 这些美国无人机跟美国公司在宣传广告中说的完全不一样 别说达到宣传的最大航程 就连有效载荷都是假数据 就像是根本没开发完的残次品 然而就是这些垃圾货色 每一架的价格是中国无人机的几倍 甚至几十倍 俄乌冲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小型无人机大显身手的大规模战争 乌军也借此成为全世界无人机使用经验最丰富的军队之一 美国之所以在乌克兰打压中国无人机 就是想借助俄乌战场为美国无人机积攒实战经验 同时也给自家无人机镀金 方便日后全球出售 然而现在在经过乌克兰士兵的认证后 美国无人机已经成为垃圾的代名词 成为俄罗斯电子站的俘虏 面对潮水般的抱怨和指责 美国无人机企业高管表示 这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生产的无人机根本没有遭遇电子站的准备 这话听起来相当匪夷所思 美国公司把无人机卖给乌克兰 居然没想过会遭遇电子站 按照这几家美国无人机制造商的说法 他们生产的无人机是完全按照美国军方的通讯标准设计的 包括各项无人机零部件的禁令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们无法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 这直接限制了无人机的性能和生产速度 说白了在无人机领域中国领先太多 没有中国美国就真的只能造出这些垃圾祸缩 连美国的无人机制造商都这么说了 那乌克兰还能怎么办呢 战场不是政客勾心斗角的地方 没有好用的武器装备就会多出许多无谓的牺牲 既然美国产不出好用的无人机 为了保命 乌克兰也只能无视美国老的禁令 转而使用更便宜更好用的中国无人机来填补空白 而这波节奏也给中国无人机打了一波效果显著的广告 以后提到美国无人机 大家都知道是垃圾的代名词 都知道得换中国无人机了 其实美国在无人机领域闹出的这种笑话 也不止一个 比方说美国不是禁止军队购买中国无人机吗 结果现在美军使用的还是中国无人机 咋回事 因为美国老只进买不进租 结果就是美国那些资本买了大量中国无人机 在高价出租给军队 狂赚五角大楼的钱 这次美国无人机的口碑崩塌 只是一次小小的反噬罢了 看着吧 后面肯定会闹出更大的笑话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